晴天、陰天、雨天 所以我在這邊多一個array 這個array的變數我們取名叫AR 那以後我就用什麼呢 因為它如果丟過來的話 假如是0 比如說是晴天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抓到晴天 很簡單喔 利用這個 這個有沒有 第0個 抓過來的話就會抓到晴天 所以前面這個有沒有S weather 就會抓到是晴天 就利用什麼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轉換 也就以後如果你 應該這個還蠻常遇到就是說 如果丟過來是一個數字 可是你要轉換成對應的關聯性的話 除了當然從資料庫裡面去抓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種簡單的方法對應 如果資料量少的話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過來的N 這個 weather 是數字 那array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 它從裡面抓的話 那就是把這個array裡面 中瓜糊裡面就放什麼 放它給我的這個第幾個 OK 那基本上我們需要的東西 天氣就有了 那日期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五個啦 一到五 日期就是用day的函數 對函數裡面的話 那我們可以給它格式 那把這個後面加上一個YMD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日期給取得之後的話 再丟給什麼 丟給那個 這個前面變數 estaday 所以我們日期 有天氣了 第一個第二個 再來標題 跟到朋友其實很簡單 就用post裡面這個變數 名稱去抓前面表格裡面的 表單裡面的那個名稱 stitle 再來的話是smemo sframe 分別丟給前面的這三個變數 好 這樣就有了 所以呢我們有五個東西 這五個東西的話呢 分別 請你把它放在底下DIV DIV裡面的話 我們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原來它 我們放過來的這個DIV裡面 在冒號後面 請你加上什麼 加上echo 這個上每個echo有沒有 你就把 echo點下去 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類似像這樣 反正已經幫你寫好了 就是類似像這樣 你要echo什麼 後面是空白的 那你就把什麼 上面的變數 echo到下面就好了 應該懂那意思吧 所以以後的話 做法很簡單嘛 反正不外乎就是一個 蘿蔔一個坑嘛 你進來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確定那個 藍位名稱是 那個 表單上面的名稱是OK的 再來的話去抓 你要秀什麼東西出來 反正上面就是五個東西 一二三五 然後再來用echo 一個一個的把它填進去 它就完成了 OK 在這裡的話 分別填上什麼 填上第一個是 yesterday 然後呢 這個 weather title memo exprime 其他都一樣 那 最後就做完了 OK 那至於 這個日期部分呢 怎麼去抓 如果你不太熟的話 沒關係 看一下 你就把它 在我們前面給各位 那個雲端上面 有一個 這個說明裡面有沒有 其實在這裡面 也可以查 比如說你要今天 要查什麼 查日期 日期 要怎麼去查 在這個Date裡面也有啦 其實你的Date Time 等等的 這相關 怎麼去格式化 怎麼取得當地的日期 那你打一個Date 這裡面都有 怎麼格式化你要的 這邊都有相關的說明 OK 那甚至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啦 OK 好 那 把它輸出 我們就完成 來試試看好了 把它Save一下 這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 填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 直接止洗一下 這個時候 最後的關鍵來了 就是 丟過來東西 是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就也是一樣 填上有 填的話是填 四個東西 陰天 然後 不過這裡 少做一個東西 如果它按Enter怎麼辦 它好像還是不會理你 有沒有 如果你這邊的話 打個Enter 還記得吧 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按Enter 因為Enter 它是斜線N PHP裡面是斜 可是斜線N 在網頁裡面根本沒辦法 斜線N 網頁裡面它看不懂 所以你要把斜線N轉個BR 有沒有 這標籤 所以這裡的話 comman memo 你要再用一個函數 前面講過有沒有 叫什麼 有沒有 NL to BR 對不對 那如果你忘記的話 也沒關係啦 在這邊也 查也可以查得出來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